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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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军颁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阵的双方大家已经看到了 是来自黑龙江的陶安明特异大师 与来自湖北的特异大师洪志 这番棋双方下的比较有意味 走的是当中炮对平红马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对局的过程 马二进三 红方出局 黑方走马二进三 不成了驱途平红马 驱途平红马的意图就是看红方怎么来发展 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 再选择这个步调 就是让红方选择 你走哪个我都有准备 对 因为除了马二进三以外呢 黑方又强行七族的 又强行三族的 就是黑方把其导入自己的 对 就是走入驱途平红马的人呢 可能需要对三七族呢 都要有所准备 因为红方你既可以拱三也可以拱七 就是让你选 对 并且的黑方呢 也不暴露自己的这个作战意图 很稳正 对 这时候红方呢 马八进七 红方也不 也不弄兵 双方都不挺兵啊 对 都让对方选 对 应该说这个陶昂明和洪志呢 两位骑手呢 彼此应该说非常了解 有一定的约缘 应该说他们两个还有一段的失声缘 是 在这个九年代中期的时候呢 陶昂明呢 刚刚拿了选择军 就四年吧 当时他在吉林 对 当主要链 当时麾下没有战将啊 是吧 他就把洪志呢 要到了吉林 那么洪志后来跟我 这个闲谈的时候 说起这一段故事呢 他也对陶昂明呢 非常的感谢 那也就是说 陶老师是洪志的伯乐 是吧 从某种角度来说的 也可以是这样 但是当时洪志呢 已经很厉害了 洪志在九四年的时候 已经得到了全国 相应大师的称号 年轻新锐 已经成了 已经有点小名气 小名气了 洪志跟我说呢 就是到吉林的一段呢 他在吉林 这个陶昂明 特异大师呢 陶老师呢 陪他下了一些对局 那是宝贵的 他说这是非常难的 真是宝贵的 宝贵的那个产生 因为陶昂明呢 大家可能 关心这个 像棋手的爱好者呢 可能知道 他是陆里的好汉 这个业余齐王 也站出来的 他可能讲棋呢 不是他很擅长的 但是他实战当中呢 陪了洪志下了很多对局 这个也难能可谓 因为毕竟当时洪志呢 对那也很不容易 但是有很多棋呀 这个没有跟一等一的高手 需要去实战来理解 更深一点 那么洪志呢 后来也终于成了这个大气 在2000年的时候呢 这个2005年 夺得他首个个人冠军 在这个山西的太原呢 2005年这个全国个人警方赛呢 夺得了这个冠军 终于这个成为了这个一代七王 这二呢 双方呢 黑风拱七族 红方就接受这个七兵的阵型 此外呢 红方还可以走七兵的阵型 形成过河区的阵势 这样下城两头蛇了 直行区 对 红方兵七一呢 就是有意呢 形成七路马的这个阵型 对 那么双方由于比较了解呢 红方呢 也在试探呢 黑方怎么走 张老师 好多旗民 这个旗里面吧 都喜欢走炮八禁四 对 他们觉得这个炮八禁四 加这足七禁一的封锁吧 很严厉 对 为什么高手们不走呢 您跟我们大家说说 这个旗呢 应该是不好的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配置 本身来讲是非常好的 但是左翼强行封居呢 因为你封不住 红方可以 有个炮八禁二的手段 对 对兵 然后黑方不像 假设 不像 他也有走拘禁一的 拘禁一也亏 因为红方顺利对兵 然后这个旗的红方一对 这样有个四天线面 这个旗呢 如果拱了 黑方如果吃掉 那红方太舒服了 这个红方呢 就是子力开仰 这样马也活了 你的封锁 炮弹箭 马三禁四 马七禁六 具有药 它这个好旗比较多 最主要是封锁 没封住 黑方呢 就是肯定吃亏 这样呢 黑旗也有点手段 黑旗有个中三级一 对 中三一 有个四边见面 红方先拱 红方先拱他 红旗先兵机进一拱 他也拱 然后这个时候 红方有一关键的手段 他不再拱 而是他先走这个 或者说他先拱一下 先拱 然后马三推五回去 然后这个时候 红方 马三推一 先走马三推一 这个旗呢 是一个免礼藏针的 以退为进的好旗 这招旗的出现呢 黑方这个旗呢 就是这种四边见面 试图把这个局面搞混的 这种策略呢 就是得不偿失了 如果你进他 正好马三推 你如果再打 他可以气死 跑八经四打 哦 这样 如果你打掉马 他 一吃 可以炮 炮五金四 这个中兵 这个镇上 这个头炮 这样 我进马显得有点难受了 所以这个旗呢 就被淘汰了 所以跑八经四 是一个坏旗 所以跑八经四 显得太着急了 但是好多旗迷都在这块地方犯错误 对 专业旗手呢 一般都 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白白 对 跑八经四是一个坏旗 跑八经四是正常 对 所以黑旗呢 跑八经四先顶上 如果你再不走 我可能就跑八经四塞进去了 走到这呢 红方呢 大致有九二经四 冰五级等等吧 这个基本上就这两种比较多 也有走马其进入了老普 三种选择 红方选择的 实战里面 红方选择的冰五金一 因为这盘棋 是他们俩较量的第二盘棋 第一盘棋 他俩基战成和 战和了 所以作为这个先手方的陶远民 肯定想利用先手冲击一下 那他们两个也非常熟悉 那不久前 他们两个人也同时加盟了 内蒙古这个伊太队 成为这个伊太队的主角链 两个人呢 也帮助伊太队呢 又成队友了 从这个项椅呢 充进了项角 升到项角了 也通过这个对年轻 后备队员的培养的 其中有一个叫魏强的呢 这个小项呢 也获得了这个大师 带了不少新人啊 对 所以说这个伊太呢 即将呢 这个重整这个阵容呢 参加明年的现代联赛 那么伊太大家也知道 也是国内非常著名的这个企业 对 也给我们项齐做了不少贡献 对 在2011和12年呢 都是伊太冠名的这个全国下载联赛 是 这个棋 兵母金是老普是吧 对 好像最新的招法是居酒进一 下的更多一点 居酒进一呢 应该说是稳步推进 稳步推进 这样 这个变化比较激烈 像机进酒 橘皮 橘皮 我放在居酒瓶 这样居酒瓶六瓶 也有个别棋 有居酒瓶四 因为对方有这个 抛屁股较僵的 这样黑棋进驱 对 居二斤六也有 也有抛层瓶六 这个两路 两路是吧 这个都属于正常的盘面 这个棋的特点呢 就是黑方啊 双居双炮 对红方呢 这个阵地呢 有比较大的压力 但是他这两个马呢 可能要滞后一些 那红方呢 是右翼牵着这个黑方 居炮 这个中路呢 威胁着 然后将来这个内居呢 有一些这些手段 有进去 还有这个送三兵 然后 黑棋 然后徐图的一个先驱后驱 有可能 这个棋就说比较复杂 黑方呢 有居二斤六的 也有走炮三瓶六的 两个变化都可以 这个阵势呢 有几个选手非常喜爱 像浙江的赵欣欣 是吧 还有江苏的王斌 都特别喜爱走先手 当然这个棋呢 也是遭到了黑方 很猛烈的这种反击 因为毕竟黑方 从棋上来看呢 他大肆比较活跃 对 所以作为红棋来说 有时候不愿意 把棋走得这么激烈 是吧 对 尤其是你们这个比赛里面 就说 居酒精英呢 是一种可选的走法 是吧 对 那本局当中的 红方走六级 这是老普 就是在 杨光林跟洪棋华 称霸的时候呢 就出现过这儿的对局 那么给人印象最深的呢 就是 洪棋华直先手呢 战胜的华一盘 当时呢 他是走得不适 然后呢 他平兵 然后 好嘞弃子 红方是有一个弃子的棋 那本局当中呢 黑方选择 向三进五 先补向 红方并并并六 黑方当然这个时候 也可以走十四进五 这儿呢 就是 先把中间补后 对 蒋川呢 曾经呢 贴将就没出来 对 在2007年的向甲当中呢 对阵 这个 红支的时候 走了这么一谈 那也就是说 红支对这个棋 应该是蛮有研究的 蒋川呢 走的是十四进五 十六进五 这个棋呢 就是说 补哪个是呢 有很大差别 哦 这么细 那个柳大华呢 跟那个谁呢 是补的十四进五 区别在哪呢 十四 十四进五呢 将来 他跑二平三以后啊 他这个里边有蒙古 像 像的压力比较大 是吧 然后鞠动不了 是这个意思吧 哦 对 嗯 比较细 这个棋呢 有点区别 他十六进五呢 他这个马可以上来的时候 没有这个压力 对 那好像十六进五 更好一点是吧 这么看上去 应该说十四进五呢 利更大利弊的 容易出一些毛病 十六进五呢 容易把战线的拉长 是吧 嗯 应该说这个棋呢 也是有待 于呢 棋手进一步探索的 一个棋 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定论 就双方啊 错综复杂 有很多种走法 对 黑方有马奇金六 有居屏四 啊 齐名朋友在下面呢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那本局当中呢 这个红队呢 他先补下 他不给他这个机会 他直接把七进六 那么这个棋呢 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结果呢 那好 稍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精彩的后半局呢 带给大家 嗯 稍后再回来 相级世界 期待您的观众 周末 我们相约 掌棋世界 每周五晚 关注相级世界栏目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这个 精彩的对局当中来 嗯 好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走到这儿呢 又轮到黑方走齐了 轮到红方走齐了 黑方下午马奇金六 红方走居二架 他冰下不去了 他挪动这个居 这个居呢 是暗保 他有根 为了他将来上马 将来八度炮 对 你约可以保护上 黑方十字进入补一手 十字进入补一手 对 这个旗呢 红方暂时不能马上上 马上上 他对方有这个僵 你刚才晚上上 也不行 他有僵 你反将他蹬出来 然后他有个空头 哦 然后他补一手 试以后呢 黑方就是补后了 然后想办法来制约红旗的这个 跳中马 因为黑方采用的双方过河嘛 双方过河就是为了封居封马路嘛 但是红方呢 花了一手旗以后呢 然后他就走炮不齐 那张老师 我问一句 这个感觉上是不是红旗 也可以考虑先补一手 我就为了上马 行不行呢 这个太慢了 太慢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红方啊 你在进攻节奏的时候呢 如果你老这个速度这么慢呢 黑方呢 这个狙就杀出来了 还有一些其他手段 是吧 速度太慢了 所以说兵法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兵贵神速 你这个适当的补齐 适当的运筹帷幄是可以的 也不能太慢了 对 因为你狙二接二 那我狙二接二不走 我直接制式呢 那都可以 是吧 是 那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那么走到这儿呢 黑方 炮不齐 炮不齐 黑方面临这种选择 因为红旗这姿势太慢了 马又上不去 对 他实在没办法了 选择想简化了 我看 这招棋也是一个比较吸引的走法吧 像说陶大师还是很有创造力的 红旗 居平四 走得比较顺利成章 对 红方呢 走炮不平二 换了是吧 换掉 这儿考验对方怎么换 如果你捐尽一 他必须得吃完 这儿他打 看看你有哪个吃 给黑方 让你黑方怎么选 我感觉上肯定不会是 对 不会是炮式的 是鞠齿 对 红方再把它吃掉 如果 黑方再炮成童八 打过来 他实战不是这么下 如果这么换的话 对 如果这么换的话呢 就是说的 黑方占优了 因为红方这马上不去 最主要是这兵可能要牺牲了 对 我们先给大家摆了一个草图 对 实战里面那当然 我们特级大师看得很清楚 不会这么简单的 他去方四六的时候 红方这个时候跳马了 但先跳哪个马呢 有些讲究 红方是为了保持复杂的局面 他选马三级 实际马三级 也可以 马三级 区别在哪呢 区别很大 因为走这个就容易简化 这样他 红方会拘而尽 把这个鞠吃掉 黑方 这样他踩了 马五年才大 黑方有一个换双的机会 是吧 配方再退马 这样的局面呢 就可能作为红方来讲呢 不是很满意 这样啊 因为红方呢 也没有太大先手 你凭这个他在蹬 他就把你都换了 这样兵丢了是吧 对 局面呢就容易简化 简化以后呢 这个棋作为先手进攻方呢 就是不愿意 想争取胜利有点费劲 他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 但是从棋上来讲呢 并不是说不行 他不想给黑方简化的机会 就是这意思 他不简化他就马七进五吧 马七进五 那逼着对方换 因为你只有先吃鞠 吃掉鞠 红方再抛花瓶 抛花瓶打过去 把他打过来 这样 打过来面临这个换马 黑方很明显不能换 换了以后这个兵吃不掉了 好像 你不换呢 这兵也吃不了 换掉以后 只要红方没有毛病 黑方呢明显落后 那么黑方呢 必须保持这个马呢 对红方的这个压力 有点牵制 将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毛里钻的线路 一换 这儿红方呢 这个兵就比你这个兵的厉害 对 它下部有具体的牵手 有炮尔瓶溜的 炮尔瓶溪 这样红七看上去很舒服 对 红方就是说控制住了 把这个局面 对 个子都很满意 那么黑方呢 就选择马力尽四 越来越复杂 这种走法 因为这个比赛呢 大家知道 它是快戏比赛 30分钟加10秒 是吧 所以相对来讲呢 这种局面呢 看着反应快 那么从岁数上来看 还是小将 红志应该是更占上方的眼 红志作为象棋的选手来讲 也是老将了 但是跟陶尔明比起来呢 他是年轻了 十好几岁 是 那是 所以说 这个岁数有优势 体力上呢 也有优势 他跑尔尔明比赛 反应上 对 向我退三 向我退三退 那么棋局到 进行到这个地方 应该说 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 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 对 我当时看这个棋的时候 你觉得谁好 我就是不知道谁好 我当时实在是判断不出来 这个谁占上风一点 我觉得红旗可能太 当时看中这个 跑尔尔敬 这个骚扰 但是我觉得黑的这马 也是挺讨厌的一个马 其实这个 跑尔尔敬 打马呢 是有必要的一招 有必要 是吧 让黑方这个阵型呢 松散 还是必须让他落一招像 就是问题呢 你是后边的去招 能不能跟上 就这个局面来看呢 就说 假设红方出局 那么黑方 跑尔平 打兵时 那我觉得黑棋挺舒服的 将来黑方去四季二 这个又是一个先手 对 他将来还要马四季六 对 这打过去还是真是挺舒服的 所以说红方这个局呢 不能靠 对 所以眼看着出去不能出 我当时是不知道红的该走什么都 这这么出 我也是 但这个棋呢 最主要就是不能让黑方 炮尔平齐这个打兵 这个局面下呢 最佳的招法呢 红方是走兵三级对兵 当然时代当中呢 红方呢 不容易想到这样的招 因为我们粗略的一看啊 黑方会拱 你如果马蹬着去 你这个过河兵就没了 对啊 但实际上呢 当对方拱过来的时候啊 红方这个旗呢 它有一个比较 深沉的这种走法 让你这个兵过河 当你再拱 这样将来 它会捉你 就是说把那个炮的目标 先消除掉啊 自己先送你 你这个炮呢 有点尴尬 如果你向回退 这不行 这被吊住了 是吧 对 这 如果你走这呢 它是炮尔平都一打 就吊住了 就吊住了 然后它有个马四冲六 然后红方这儿有桥手 它把这个马可以逼对 这红方这用 这条线还是没解决掉 是吧 就是说正好你这个马前进呢 它又把你的马逼对了 你先逼对对 不对我蹬你炮 这样红旗这炮用上了 用上劲了 然后炮尔平三呢 炮尔平三 它是不是抓一下 对 去巴进三 比这个炮如果再逃 这条红方就会炮尔平三呢 把你打死 都冰了 所以它骚扰一下 让它落个相 还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棋呢 作为黑方来讲呢 它也能接受 我们去巴进三 去巴进三 就继续这个棋 黑方呢 可以考虑把它滚掉 它不跑泡吧 那它就吃了呗 然后黑方呢 走橘子键 或者煮气 比如说 滚一下也行 因为就是简单的 给大家分信的 就是双方在兵力上 是相当的 但是兵主上 红方略好一点 但是黑方这个足快 有点近 对 它接近你的率辅了 对你的行动 但是黑方马有点弱 对 但是它军事战以后 将来就能出来 总体来讲呢 这个棋呢 基本上军事 就双方战船还比较漫长 另外呢 黑方呢 就是当红方对兵的时候 黑方还一路选择 就是要求简化的 这种选择 就是你送兵我不理 我直接炮尔平四 把你这个过兵呢 就直接削了 对 这样红的拱过去呗 拱过去 打了 对 我炮尔平四把你打掉 这样它 然后兵三平四 这看起来红的也很凶 但是象棋这个魅力呢 正在这 就是说当红方如果走兵三平四的时候 看起来红方这个结构非常好 基本上控制了局面 但是黑方又有一些巧手 免得藏针 把这个局面呢 展开 这个就是需要你强大的这个技巧 对 那么黑方具体招法是什么 第一步走足五金一 这个其实红方只能兵四平一 然后黑方在炮射平一 炮射平一 他是一个打局的先手 局面发 然后黑方就是藤国手的很漂亮 你足三级 先打一下 炮射平五 叫姜把你住兵再打回来 这个棋基本双方也是接近军事 是吧 因为你一拱他一打姜 他是先手 然后那个马三进 那这样瞬间觉得黑旗袖还行了 是吧 所以这个棋呢 基本上来看是军事 但是我想他们快棋里面 可能看不了这么细吧 是 当然我们是事后分析了 对 所以说呢 就是诸如此类的 这个变化呢 就是红方总之应该先走平三级 对 那么黑方呢 也可以接受一个足迹 一个炮射平四 两条都可以 那他没有走出这条旗呢 他实际上呢 他走的是G9进二 就是稍缓了一点 给黑方呢 一个堂楼的机会了 黑方 这样G4进二 多炮 那么红方现在再逃呢 就慢了 因为黑方 这样不能再逃了 再逃的炮射平击 我觉得打过去是太痛太舒服了 那红方接受 炮射平击把它换掉 去死平三 吃 这样呢 我们看到就是红方的冰种呢 来看呢 就是弱了一样 但是冰种尽管弱呢 但是他多了一个冰 对 过河冰啊 多了一个过河冰啊 但是就说你这个子笔怎么盘旋出去 连马呀 一般来讲是叫短腿 对 短腿 我们这个象棋啊 它有它的这个特点 各种各种特段武器 它是 应该说它是一个社会发展 就是说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我们象棋呢 定行于北宋末年 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考古啊 还有文献的这种 记载啊 记载 还有这些物证 现在 那么到了 现在呢 应该说有上千年的历史 它可贵的是呢 就是这个子笔的棋盘 子笔的走法 完全没有改变 就是说这种历史的严格呢 非常经典的继承了下来 对 就是说它魅力一直存在现在 到现在都 让大家这么喜欢啊 对 千变万化啊 对 但万变的不离其宗 它的子笔呢 驹马炮 驹炮呢 是长腿平气 它动作快 对 说到哪就到哪了 对 像这个古代这个打仗当中 像这个长枪 对 长毛 而马呢 更像一些剑 像一些 短匕首 动作慢 但是它的控制点多 到残局当中啊 没有障碍的时候 这个马力 所以有句话叫 残局马胜啊 炮王家 嗯 马胜呢 就是说要前进的时候 要有马呢 往往这个配置呢 比较优秀 对 在防御当中呢 应该说炮呢 比马更灵活一些 当然延终骑呢 这个骑子呢 各有各的特长 总之呢 你谁搭配的好 谁配的好 嗯 那是最重要的 目前的情况来讲呢 就是说 洪方呢 要展开这个局面呢 必须要把马腿开扬 嗯 因此在这个思想下呢 就洪方走兵三棋一是最正确的 就还是应该走兵三棋一 对 再走兵三棋一 对 嗯 那么黑方如果拱 嗯 我这马五棋三可以蹬出去 嗯 这样他在吃了 拱平七 对 拱平七 我可以马三棋五 连手啊 对 如果你马四棋六卡住 我就拱九平三了 对 我拱九平三 我再保住 就这个局面呢 黑方呢 也是不错 但是呢 总体来讲呢 但是算红方 红方顶住了 好像就是 对 这个阵型呢 也比较结实 也没有大问题 就是没出现点 特别明显的漏洞 是的 嗯 那兵三棋一以后呢 黑方应该说 暂时的就没有什么 特别明显的手段 所以可能我估计这个 如果你马四棋六 我可以拱平方捉一下 让你卧槽 我也不怕 哦 对 然后以后再换方顶 应该说基本上军事 嗯 但是红方呢 很遗憾 他没有走出来 可能陶老师一直就没往那想 他走了一马三队伍 他想捉对方这个马 把这个马路封住 是不是陶老师下在这块 有点太乐观了 对 是吧 对这个有点扩大优势 实际上这个 这招棋走得不太好 嗯 当你拱就平方一捉的时候 正好黑方这拱路 你才赶到了 这样给黑方一个调整的机会 很从容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啊 走得很严谨 他把这个拱马 立在红方的这个河头啊 对红方形成空前的压力 对 而且这红方没法动他 红方最主要不好调整 对 没法调整 没法把他这两个子给弄开 对 如果你现在走 兵六级一的话呢 嗯 好 这个相对来讲还要顽强一些 对方可以走足五级 哎 足五级一 然后你再忙碌 声往上跳 然后有点牵制是吧 对 是这一次吗 如果对方走炮水平打兵呢 嗯 炮七平 他也得忙碌 往里跳 他足五级 你再冰六级吃掉 这样就是 尽管有些不安定的因素的 但是这个棋呢 红方呢 尚能够 好 反正我这边是占点便宜 对 亏呢 嗯 是要吃一些亏 但是这是红方比较顽强的走法 而实战当中呢 红方呢 由于不知道这个棋呢 到底应该怎么走 啊 因为你看他马虎进棋 也容易吃亏 他一蹬你啊 他将来有俱乐兵 我是不打兵 他又不愿意丢这个兵呢 他实战中走了 军路进一 就无形当中 把自己的路啊 走得越来越窄 那么黑方通过一炮二费四 嗯 以吹为进 这个有点帮忙了 哎 这个棋红方呢 出现了这个很大的毛病 因为将来你看 他有炮二平五啊 就是炮二平五 炮二平八 这炮好像很灵活啊 那么这个棋红方就 比较头疼了 不知道怎么动了 对 他实战当中呢 他做马虎进棋 哎 这样让黑棋的 马钻进去 对 他先到冰六进一 对 他先冰六进一 然后黑方呢 出了一个马斯金六的好手 对 嗯 要卧槽 如果你换掉的话呢 他拱了 可以吃 这样只有冰六进一 对 他炮二平五 套死你 你冰六冰 我他炮二平七 那这个冰呢 就丢得太多了 对 将来黑方可以再砍冰 对 换不起了一会儿 你将来对局以后 你要耍冰 太苦了 这基本上不行 对 这个残局是杀不过 对所以陶老师一看 这个不行 不能换 不能换 你不能登 他只能马五进七 只能马五进七跳 那这儿黑方呢 这样全让史上劲了 叫一江 红方只能上帅 这样炮二平八 炮二平八 这是一个杀招 红方只能出帅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呢 黑方简单的居住进四了 把这个事吃掉 那么走到这儿呢 红方呢 看到大势已去呢 就主动认负了 对 为什么呢 给大家简单 再往下说了 对 给大家白白 就说比如说你 红子现在也没什么好走的了 比如说滚冰吧 对 那么对方可以将一军 你只好 是不是要杀相 对 这个棋 就把这都杀通了 这就成三子的一个组杀 江南黑方有这个马七推武的 这个手段 也非常严厉 马七推武一将 比如说他进个局 那这个退江 这很 他也可以这么提 先提一将 然后炮八进一 抵炮一将 就是总之呢 红方啊 由于这个 守不住了 对左右透风 已经守不住了 那么陶老师呢 这个主动就是 推平任父了 那这盘棋呢 最主要是 中局这一段呢 红方没有处理好 那好 观众朋友们 这盘对局呢 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收看 下obile vista 歇然后 吧 阁 说 转 转 作 口 你小姐